作词 初音乐 作曲 初音乐 最慈悲的佛法教室 仅在生命电视台 最慈悲的佛法教室 请在神明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严经》的实地品 那这个学期我们开始讲理构地 就是实地品当中的第二地 那因为有一些新同学来了 所以我们大概没有看过实地品的人 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在桌上大家都有经本 我们这个实地呢 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介绍 实地的十个地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上面这个格子里面 实地的名称 这最基本都要了解 我们学起念 欢喜地 跟着念 欢喜地 礼購地 发光地 宴会地 参生地 献钱地 远行地 不动地 上会地 法云地 好 那对应它的呢 每一地呢 有它主要的一个重点的修行功课 那在经文里面都叫做真上 也就是说在欢喜地之前 我们每一地 每一个界位的菩萨 他都必须要修行什么内容 主要的内容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行词表里面 有所谓的十度 十种菠萨蜜 那欢喜地呢 它就是布施 礼購地呢 就是慈戒 大光地呢 就是人母 然后宴会地 第四 精进 南圣地呢 就是禅地 谢贤地呢 就是波蕾 远行地呢 就是方便 不动地呢 就是怨恨 怨 然后善会地呢 就是利 法阴地呢 是智 一般我们讲 三圣经典都是讲到这个菠萨蜜 可是呢 在十地界位呢 这十种菠萨蜜呢 它必须要修行到圆满 所以六度呢 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讲的是十圣位 它是成佛之前 就必须要完成的 那这个菠萨道修行能不能够真正成佛呢 十地的结位是一个重要的完见 所以后面呢 它必须还要借着方便跟愿力跟智 那智度跟这个菠萨呢 到菠萨这个现前地 也就是第六地的菠萨呢 它就是成就这些 完全是出世的这个根本智 到智后面这个智呢 它就是入世 入世的后德 不过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下面对应的这个继称 也就是说十地菩萨 虽然他证得这个圣位 但是呢 他为了要在世间 人世间 也就是这个三界之内 然后来行这个 五十十界的人物精进 如果说今天菩萨他不跟这个世间的众生在一起 他没有这个环境 也没有对象去修这个 这些菠萨 所以下面他会继称在人 跟这个御界色界 或者是这个小称的这个果位 他会继这个果 那到最后面呢 到这个菩萨方便度 跟这个愿立志 这些都是显现这个菩萨的这个果称 那所以他下面也有一个显报 也就是说他还会有一个暴体 成为这个三界之内的软人圣王 或者是这个三界之内的这个天 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这些禅天的天王 那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他必须要断葬 那修行过程里面呢 都会要断这个烦恼跟所知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修行过程里面 菩萨必须要面对的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怀言讲的是 断一分无明、正一分真理 可是到了这个十地界位的时候呢 他就是断十种重战 然后正十种真理 那这些都是对应的 那在欢喜地这一个 我们之前一年的时间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欢喜地部分讲完了 所以这一次来上课的同学呢 就是重点放在这个离构地 他要断这个邪行上跟最胜真理 那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这个十界度 也就是说离构地呢 他的重点就是放在十界的圆满 十界圆满 那整个十地品的这个重点内容 我们再看左手边这个图表 也就是说在这个第六会他画天宫 然后以这个金刚藏菩萨为主来说 十地法门 那里面呢一般我们看经文 都会有这个续分 三昧分、家分、其分跟本分 还有这个请分跟说分 就是有当机众请法 然后这个也就是解脱乐 他来成为这个会的请法大众 带着请法大众来请 请谁说呢? 请金刚藏 金刚藏来做会主来说十地法门 那讲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 第一关十地法因地的内容 这个说分整个内容就是在这里面 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这个 说分当中的第二构地了 那大致呢 我们看到这个图表的这个整个内容 那下面一个图表呢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手上的这个图应该是第六十页 也就是到了离构地这个 六十一页 那我们编的这一套金本 就是有把《华言经》书超的这个科文了解呢 附在这个经文 每一品每一会 还有每一点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品会 让大家学习这个《华言经》的时候 可以对应这个这个图表 科文 那我们刚才讲 我们进入这个离构地的时候呢 书超的这个内容它都会怎么样 会有这个来意、示名、段障、正如、成熙、德果 还有正式经文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 也会跟着这个内容慢慢带大家来看 那这里面呢 也一样有这个赞起分 然后再解释这个离构地的定向 然后里面有这个八协 也就是说从出地进入到这个 这个出地圆满之后呢 每一地呢 都有它的这个陆地的心 然后搭起陆地的十种心 然后呢 再铸地 就安住在第二地 那这里面第二地主要的内容呢 我们刚刚讲说戒佛罗密 所以它这个里面强调的是 三种戒 就是三聚禁 色律仪、色善法 那色律仪这个下面呢 看这个图表 这个由右到左呢 就是以十善来带大家了解 这个从人、天、遇到佛 称的这个五种 十种这个色律仪 那以十种善业的修辞 跟防范这个 行这个十种不善业 就是断除这个十恶 作为色律的这个内容 当然相对来说 断除这十种不善呢 它就是成就十种善法 那所以后面呢 它也有这个十种善法 应该断的 那也就是对峙的一些色善形 那所以它在这里面呢 分了五个程度 有仁天的时善、身闻的时善 还有圆觉的时善 还有菩萨佛的时善 这五重的时善 那后面呢 重要的就是这个色众生 也就是饶益友情 那怎么去用这个十种善法 去教化 还有佩服这个众生 那最后一个章段就是帝国 那帝国呢 它会有几个这个谷 调柔谷、色暴谷跟怨之谷 那刚才有讲 它没 一定它还会有这个显化的 这个暴体、暴象出现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整个图表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讲解 这个书操的内容 这样子大家整个这个印象当中会有个轮廓 好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环境的这个书操绘本 好 那新同学也要了解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书操绘本 603页 然后右下方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 这里面它绘整的有金 就是我们刚看的这个金本 里面的经文 这个金呢是地品的 你购地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第卷35之1 然后里面呢 我们看到上面有书、有操、有书、有操 有的时候呢又会有金 所以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书 是卷第35之2 还有操呢是第59卷之2 一直到卷60之1 那金呢就是我们是以这个 唐语、田国、三藏、沙门、十叉、南陀 所翻译的这个唐译本 八十卷的华颜、华颜经 那书根超呢就是我们这个清涼山 那华颜寺的沙门城官所传述的 那这个本子呢是一个汇整的 就是把金、书操三种编辑起来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我们华颜颜色 枕边的这个书操汇本 所以这里面呢有这个标点符号 那我们今天上课还是用这个绿本 那也许下一次我们正式同学们 院内生呢可能可以大家 在自己读的时候可以去看 整套华颜经里面的第11本开始 那看这个本呢 里面的好处就是引文出处都会有 会掉出来这个这一步 左边这个地方它会有列出这个故事 那我们再查这个大症状 或洗背卡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好 那我今天这个电脑里面 会帮同学呢就是我们这个书 或者是抄的内容有提到 陈冠他有举到这个经啊什么 论什么或者是 这个其他的这个著作 那在今天上课的时候呢 我把它绣在这个荧幕里面 那我们在这里面会看到几个版本 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书草绘本第45 那有时候会有这个论云 或者是经论云 他所提的就是这个实地经论 离构地的这个第二卷 就是天清菩萨所造的 或者里面会常常会讲论主云 正师论云都是讲的这个实地经论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书 就是陈冠传的这个华恩经书 还有会看到这个华恩经书抄 最常出现的就是这几种 常常会引到什么 成为师论 或者是摄大臣论 或者有时候会引到这个实柱彼佛沙论 那这个实柱彼佛沙论就是最早 有关于这个实地 实地的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华恩经从龙宫当中 把华恩经带到这个世间来的龙宿菩萨 他所做的这个实柱彼佛沙论 那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浅 里面有的就是出地跟二地的部分 那我建议引出来也是让大家比对一下了解说 我们从实柱彼佛沙论 然后去对应后面有这个实地经论 再来比对这个书这个抄 四种版本就越来越详细了 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叛旋记 那华恩经的有基础的同学大家都知道 这几个作品都是我们了解华恩经 最重要的参考书 那尤其是这个书跟超他的内容 直接解释华恩经相当的详细 好 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个603页 那书这个地方他说 这个地方就是刚刚看图标里面叫做来意 他这里标出来他说 第二离构地所以来者 论云 刚才我说这个论指的是什么 实地经论 实地经论 就是这个 就讲的这个天心菩萨所造的这个实地经论 所以这里面会有引号 那这内容呢 说如是正位 一出世间道因清境界说第二里面 菩萨如构地 所以内容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他讲成官讲说论云 在这里会有这个理构地 这个地方 带出来跟大家介绍 是因为在实地经论的论里面有提到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说如是以正正位一出世间道 因清境界说第二里构地 他有完整的是说 论云 菩萨如是以正正位一出世间道 因清境界说第二菩萨如构地 大致相同 所以陈关祖师他在讲解这个实地品的时候呢 他以这个实地经论引用的非常多 然后他会自己引出来 然后自己做解释 所以隔壁这一行 他就会解释严正位的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说论 实地经论里面提到 说第二里构地 它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他说 依照实地经论的解释是说 以正正位 已经正得正位的菩萨 依这个出世间道 那也就是说 这个正位他就是出世间 还没有正的正位以前修的内容都是世间的 因清境界 清境界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讲的三菩里面 设律于色传法跟饶益有情 那在这个地方 陈关解释这个以正正位的这个正位 他就说严正位者 就是出地见道是出世间 那陈关他常常会引出经或者是论 还是他自己写一段文字 然后后面他又会有这个解释 那我们现在知道正位代表的是什么 见道位 见道位也就是 这个修行的菩萨 离开了这个凡夫正的这个圣位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又要定位这个见道是什么 然后一一去解他 这个正位其实我们在出地 欢喜地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做解释 有解释过了 我们可以回头稍微看一下 我们回到这个四百页的地方 四百页 看一下在出地 他这个地方是怎么解 四百页 因为这个地方有涉及到前面的出地 所以我们回头稍微看一下四百页 这个地方有一个倒数第四行 市民 我看到市民者 市民者 那隔壁一行 有一个为市第九云 这个地方就是在解释说 欢喜地 出地的谷位 他怎么做解释 他说出祸圣性 聚正恶空 能亦致他生大欢喜 那这个地方 呈关祖师也常常会以为市 为市论 来解释这个 菩萨道的一些修行名相 好 可是我这个地方还是要跟大家说 呈关这个地方 引了一个为市的看法 如果我们在叫秤 为市是属于什么 小使中顿园里面的使教 他在他的书叉里面 有时候也会引华颜金本身的经文 比如说后面他会提到 跟这个实地的戒波罗蜜有关的 他也会引到的 使住位 或者是回向位 还是使恨位 他并不是引的内容全部都是用为市 他引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多 都是引经据典来设法 要把这个名词解释清楚而已 好 所以不要把这个 陈关的书叉弄到最后 四分五列 就是说有些人会写论文说 陈关祖师的这个使教思想 如果有人写这样的一个 一个用这样的一个题目来写论文的话 那当然这个学者常常也会起烦恼 就像前几天的那个密集式上课 这个终密祖师后来就变成定位在场中的祖师 那这样定来定去 陈关祖师在他们书叉里面 引了很多为市的这个东西来解释 怀恩基金的经文 那最后陈关祖师变成使教的这个祖师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祖师的注解 就好像我们当老师 我们一定会怎么样 已经句点来解释一个名词 那将来也许你们会定位 弦怒法师的使教思想 就把我困在那个地方 这是很不需要的 那只是说一个名词解释 我们看因为在法相解释当中 为市他的解释是比较细密的 那但是我们看的是要看他的内容 说什么叫做圣位 我们修行界会有什么 注 恨 回向 三贤 然后实地 出货圣性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什么 正的人跟法两种空 就是人法二空 所以能够真正做到什么 智力跟利他而生大关系 所以同学在看的时候呢 先不要管他是为事或者什么 先看他要解释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就了解说原来要达到这个 圣位实地结位他必须要什么 正的人法二空 那如果没有正的人空跟法空呢 他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什么 智力又能利他 菩萨的心肝和光怀 应该是要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的这个行者他会先自意行 然后呢 再藉由回向或者是这个愿 能够利他人 那都是随缘随分 可是十聖位 十地皆位的菩薩 他真正能夠做到什麼 全部的這個修行的內容 都是建立在什麼 利益眾生的這個立場 所以不能把他定位在使教 使教他是向使教 而且進入大乘的一個初階而已 所以主師在引這個引濟據點 在解釋的時候 我們不要質疑這個文字內容 要不然我們自己的概念也會 被這些文字帶動了 就會迷惑了 那書這個地方解釋 這個就是這個定位 那抄裡面一樣他會 401頁 我們看到抄下面 得位這個地方 他有解釋了 他的隔壁一行他說 為既斷益生性 以益生之性便獲聖人之性 以成聖位 那這個益生性就是我們出地菩薩 必須要斷的什麼益生性障 就是我剛提到十地他必須要斷十種重障 一生也就是凡夫性 凡夫性 然後從這個人這個凡夫 證物到這個聖人性 那一般的這個二乘聖者他會證得什麼 人空他不一定會證得法空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這個差別 那這個地方一旦解釋到這個出世間 就必定是法空 就對法他也沒有執著 所以我們看到下一個書 倒數第二行這個書 有出世間心即是聖位者 一行二空不能出世 同學要知道 一旦講到所謂的出世 也就是剛剛我們講 見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他一定是能夠斷這個人空跟法空 因為斷人空的部分 就是斷這個我職的部分 他往往都是在什麼 自我也就是解脫道的修行 他不是定位在菩薩道的修行 菩薩要能夠立他 他一定要對法沒有執著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講了好多話 其實內容都是一直跟大家強調什麼 對法不要有執著 好像在這裡看到色大成論 什麼瑜伽式地論解生命經 我看著看著 全部都變成死教的東西了 完了 那就變成說 十地菩薩是不是他是不是死教結尾 好 我們看就是引這個方便 現在其實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跟大家講 十地菩薩透過這個文字呢 他已經都落入什麼 世間的學問呢 是很不得已的 很不得已的 也就是說我在這個地方也跟著神官在這裡 屬這些名像 讓大家了解 那是因為要教學 否則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就是要 真的像十地菩薩說出歡喜地要能做到什麼 故事大捨成就 內財外財都能夠捨 那就是真正懷疑經理要告訴我們的 或者講到離構地 要能夠遠離犯界的夠人 那可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要上課教大家 所以跟著這個淑操在這裡爬格子 然後就很辛苦 可是同學呢 你們要不要這樣學 還會說我自己直接去修十地法好了 如果你今天沒有透過這個文字 去了解 沒有辦法跟隨著去學習 還有一個 我們大家都是學大乘佛法 我不是在治療而已 剛剛講的 我們的重點不是在自我解脫是不是 那要度人啊 要度人自己不懂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教人家 所以對文字呢 我們還是要攝取 去了解 透過這個經論或主事的註解 還是我在這個地方 這樣跟大家帶著看 然後真正了解沒有誤差 我們自己在實踐的時候 我們就要好好去寫思 那怎麼在我的生與意 或者是日常生活所行 內心的這個思維 怎麼樣去跟隨這個實地菩薩來實踐 來誤施 這是我們學法的重點 而不是坐在這個地方爬這些文字了解 然後寫了一大堆這個報告 寫了以後呢 每個人都沒有辦法從文字裡面走出來 講話的模式也變成論文的模式 那跟這個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相交流呢 也都框在那個文字架構裡面 那平常幾乎沒有辦法互動 所以就好像我剛剛帶大家看 實地菩薩 或者說我們在修行界位裡面 我們透過這個十度波羅蜜的了解 其實我們要了解什麼 有正的菩薩正的這個波瑞信空 我還要因為要度眾真 我要什麼 要起後得志 去觀照然後入世 那九年五帝菩薩他還要學什麼 要學五年 要學世間學問 那光是看這些引經據點 我們就知道 陳關祖師母他九歲出家 然後一年之內就能夠通這個山上十二步 十二歲去受巨竹界 他就可以講波瑞經 他獎金講到什麼 講到一百零二歲 講這個環境講到五十遍 講五十遍 那以他個人的修辭來說 他需不需要這樣子去 去用這些文字來解釋 當然不需要 他也非常了解 實際菩薩是怎麼修行的 所以都是為了要教學 為了讓學生了解 所以裡面的翻三覆四的若什麼什麼 就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都是自己替學生找問題 然後假設一些問題 當然我們看到他如果五十遍 這個書抄的內容裡面 他一定是在教學過程當中 會整的 會整起來的 所以他裡面會有鑽也有樹 樹的部分就是他講的 然後有記錄下來 好 我們這張看稍微了解一下 好 那再回到這個六百 還不要還不要慢慢再先翻到這個四零三頁 還有一個斷障的部分 四百零二頁這個地方 剛剛有提到所斷障者 又是以為是 因為為是在法相當中 他是解釋比較清楚 那一生性上就是出歡喜地 你必須要斷除的第一個這個重障 好 一生性障是齒所斷 為二障中分別齊者 二障 兩種障就是什麼 肝腦跟所知 還有 這兩種障都有什麼 聚生跟分別 那這個就是在分別裡面齒的 依彼種立異生性 異生性就是凡夫 也就是說在 二乘見到現在前時 微斷一種明得盛性 菩薩見到現在前時 去斷兩種明得盛性 剛剛有講的 我們菩薩的修行界位裡面 他不是只有斷這個 凡夫異生性 也不是只有斷煩惱 他連這個所知 他也要斷 那不過在聚生的這一部分 是與生俱來的 就是累生累結 累積下來的 八字田中裡面的種子 非常的深重 所以很難斷除 所以在出地的時候呢 他會斷這個分別 分別就是後天的 跟隨這個世間學 或者是跟隨不同的 這個老師學習的 還是從書本裡面 得到一些世間學問 他這個都是從分別起的知見 那這種比較容易斷除 所以進入到這個出地的時候呢 他在這個後天所造成的這個 這個煩惱他比較容易斷掉 就是在正德人空跟法空 他對法他不會執著 尤其對人這個我 也會斷除 所以有一些知見他也會斷 那我現在這樣講話的方式呢 就是把這個書超呢 抖文字再用口語跟大家再解釋 是不是 假如有人記錄下來 比如說你們看到顏色出了很多 今天錄下來 這個DVD還有講錄 那以後可能 以後等你們當老師的時候 大概也沒辦法 用這個書或抄來教年輕的朋友們 他們可能古文基礎沒那麼好 可能有一天你們在跟人家上實地品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帶他們看這個翻譯書超 你也許會去拿我的這個講錄來 就嫌妒法師說 什麼什麼那就是白話解釋了 將來以為 將來可能你們教到的學生 真的古文真的內容是看不懂的 那現在你們會有看不懂的是什麼 因為你們對書超不熟 或者沒看過我的事 沒看過社大成論 甚至你沒有看過實際經驗 我不曉得他裡面講些什麼 可是上課上過一堂兩堂 慢慢就大家也知道 還有就是要回去要閱讀 下了課要閱讀 就是把它看懂 看懂 不停地看不停地看 那這裡面一個重點就是 重障 它所斷的是什麼 異生性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重點 我們把它看懂 異生性就是凡夫性 那證著出帝的時候 它就斷了這個凡夫性 同時這裡面它寫 1、2、3、4 這裡面它其實斷的就是什麼 凡夫我相障 我相 這個我 而因為這個障 它會障什麼 障出帝 就是它在出帝入心的時候 它必須要把這個凡夫我相斷除掉 它才能夠贈得出帝 那這些如果不斷 它會起什麼 會引發什麼 煩惱 引發這個根本煩惱 那這裡面 而且它會斷兩種線型 叫做什麼 魚 這樣是比較大的 比較重的 那裡面它會提到斷這個種子 斷線型 那線型它就叫做魚 執著我法魚 這是異生性障 還有二去雜染魚 就是二去豬葉的葉果 這兩種線型它會斷 然後它會鎮一個真儒 那真儒就是在403頁 這個書上面說所鎮離者 在書抄裡面講實地的部分 它都會斷葬 然後鎮離 鎮離它不是一般的 原型性空的道理 它是鎮的十種真儒 那在這個地方呢 書這裡第四 所鎮離者由斷前葬 鎮什麼 騙行真儒 歡喜地真的是騙行真儒 為此真儒二空所顯 兩種空 人空跟法空 我有一法而不在部 證得騙行真儒 那就表示什麼 人法二空的道理顯現出來了 那也就是說出地菩薩 一旦證得這個騙行真儒之後呢 它再也不會有什麼 人跟法的執著 一切都依這個什麼 二空的真理來寫 這樣的口語解釋可以吧 了解 那你們聽懂的就點頭 我就不用一直在解釋 因為我眼睛看不見你 這就是這個壞相現前 眼跟的壞相現前 講經講到從這個不用戴眼睛 用到這個老花眼鏡的時候呢 心血也很急了 就是不知道大家什麼時候 可以真正不要透過這種方式 去了解實地平跟法眼鏡 好 我們回到這個603 那我們下面就不要再帶大家 一直這樣子 這樣饒舌而來解釋這些內容 我就順著解 那正位剛剛已經講的是什麼 出地劍道 是出世間 為什麼 法空 人法二空 那這個 正德這個劍道出世以後呢 他要什麼 要進入什麼 修道任 修道位的內容其實就是 這個界定會 好 三學是主要的內容 所以他這個第三行這個地方 依此修於三學 戒罪在初 故先來 就是說三學裡面戒定會 所以先想戒 這是成官的一種說法 那前地雖正真如 剛剛有講 片形真如 對不對 他裡面有沒有提到戒 片形真如裡面的主要內容 真如理是只有兩項嘛 人空跟法空是不是 所以裡面沒有細分到 他能不能持戒這個問題是不是 所以這個地方呢 說前地雖正真有戒 未能無物 喔 這個地方是一個問題喔 初地菩薩他專修的內容是布施 那這個布施的行持過程當中 他有沒有持戒呢 你怎麼知道 我們現在在這裡做學問呢 就是要自己找問題 大家都說一定有啊 怎麼可能初地菩薩不持戒 那你要隱正啊 就像這個陳官一樣 講到這個地方要 什麼經什麼論 那我們現在直接要回頭找 初地菩薩有沒有持戒啊 那像這樣都是一個 將來你們寫報告的時候 一個題目 就是同學要有這個敏感性 就是這樣問題意識 否則一個學習下來說 院長我的報告有問題 然後直接給我一個email 然後連題目連大綱 你想法都沒有 就叫我自己一個人 幫你們寫十幾篇入文大綱 這過去一年來的經驗 好 那所以我現在一旦 講到問題意識的時候 大家就要想喔 初地菩薩有沒有持戒 未能無物是什麼意思 無物也就是說持戒 他不用認真去持 他也不會誤犯的意思 欸那菩薩到底怎麼樣 修行能夠不誤犯欸 我們難免會什麼 欸一拍裡面有很多什麼 塵蟎 小小的微生物啊 細菌啊 這有沒有殺生啊 我剛剛是故意打對不對 這叫固犯是不是 那菩薩修到這個 離構地他要不誤犯喔 就是說我這個手揮過去 但是我不會去不小心打到 這就叫做什麼 無物 持戒能夠修到什麼 離構 他在這個 星星裡面 本來就沒有殺生的念頭 那我還有沒有殺生念頭呢 你們看到螞蟻會不會很討厭 蛤 蛤 蟻子晚上來這樣 嗯嗯嗯嗯嗯嗯嗯 這樣的時候你會 忍到無法忍耐的時候 會這樣 好 這是什麼 這是固欸 固煞欸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捏死他 我把它 浮出去而已 嗯嗯 可是菩薩他不是喔 他甚至於面前都不會有蚊子出現 是不是 好這是什麼啊 正報修行到 沒有汙染的時候呢 他不用持戒 因為剛才我們講 出離菩薩他是見到位耶 他已經出離世間了 什麼樣的人會看到蚊子叉蟻螞蟻 白蜂蟲嘛 那還有我欸 有我的時候就會有我的衣保 我的環境 我的房間 我的桌子 我的茶杯 稍不留意就招來這些小昆蟲 那我們還看見這些的時候就表示什麼 我們還沒有見到 學花言人要從自己常常從經文 去返照自己是什麼是什麼 欸 那我們出家很久了 難道這點功夫都沒有嗎 欸 那你房間裡面常常還有這些 髒細細的東西 所看到的人都不是怎麼樣莊嚴的 這種情況的時候你就要自己知道 你是什麼程度 不要常常去分別別人 當你嘴巴一直在講這個人如何 那個人如何的時候 就表示我們還很貧窮 窮女不富嘛 是不是 雖然大家現在都已經什麼 這個蟲子已經歸了 已經回來這個華言的道上了 但是為什麼還負不起來呢 有沒有人去想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都看到這個 四組妙演品環境跟念的幾十遍呢 結果還是什麼 沒有一生二抱莊嚴 經裡面是經裡面的 可是自己每天都還要洗臉要刷牙 還有這些夠懶是不是 那你的這個環境 你的一抱還有夠懶的時候 你的三頁講出來的都不是什麼 不漏的嘛 都還有漏 那還會一天到來 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想怎樣 我說怎樣 我就怎麼樣 這就是什麼 我還沒有空 是這樣 從這裡面就要去了解到自己的修行 所以研究學問 它是要跟我們修行要相應的 你學花言學學學 你從這個實地或者是經文裡面去看自己 所以說陳寬他的這個苦心 我們還要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子解釋 就是怕我們不了解 這個地方講到 未能無我 那這樣講 又以十度名義 如果就十度波羅蜜來看呢 剛剛講 十地修十度 對不對 歡喜修布施 二地慈見 所以他講說 前思慈見 故刺明之 前面講布施 這裡慈見 好 那我們回頭看一下 五百六十一頁 五百六十一頁 我們今天稍微跳一下 五百六十一頁 我們就直接看這個 歡喜修他的布施 五六一這裡有經 看到這個標開體的這些都會經文 那這裡面直接標的就是一個段落 還有講歡喜地的布施行 那這裡面他講布施 他說 佛子菩薩摩赫沙 隨順如是大悲大慈 以慎重心住出地時 於一切物無所令襲裡面 剛開始講的都是什麼 求佛大志 修行大舌 凡所有物 一切能施 先講外財 再講內財 內財是倒數第二行 頭目所足 血肉這些 一切呢 師名菩薩諸出地 大捨成就 這是歡喜地施行的內容 這裡面有沒有提到持戒呢 沒有 他是沒有 可是我們可以講到 我們等一下再講到這個離構地的 這不偷到了 或者是不殺生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關照到這個地方 如果他偷別人的東西來布施 那他就是沒有持戒 那定位就可以這樣定 那好 我們先 這堂課先講到這個地方 為迎接 光明未來 台灣燃燈功德會理事長 慈悲的海濤法師 特別發起國際百萬菩提新燈祈願活動 敬邀海內外大得踴躍參與 讓我們一起追隨聖者菩薩們的腳步 點亮無限希望 攜手同心邁向菩提之路 點燈共佛即是以如來智慧之光 照獲眾生的煩惱無明 惡業墜障等 就像是在一處千年暗示 雖僅點燃一盞微小的燈竹 但所有的黑暗都為之照亮 如經典中開始 燃燈可得四種福德 一 相貌莊嚴 二 資材衝突 三 有大善根 四 有大智慧 由其若能以不提心的動機燃燈共和 其所趕招的福德將如虛空般的廣大 難以示意 因此活動自2016年1月1日展開以來 各界響應踴躍 至目前為止來自海內外各地講堂 中心點燈數量 每日均超過1萬盞燈 另外互持加入國際百萬菩提心燈的功德組 也非常的踴躍 同照百萬點燈發菩提心的功德 萬人共造善而因 每人皆得善而果 萬人共點百萬燈 眾生皆得深淨土 陳智迪邀請國際百萬菩提心燈的功德組 以歡迎各位菩薩大德隨喜隨力補持 讓我們以菩提心燃百萬燈 乃至兩百萬 三百萬 更多的百萬菩提心燈 回向法界眾生 同政阿紐多羅3秒3菩提 議者請洽慈悲置業各地中心 道場 教堂 書方 服務電話03989 9319 03989 9319 護持帳號50323858 50323858 顧名台灣燃燈功德會 請著名菩提心燈 Bkk 現在很多家庭都只有一個小孩 很多父母很愛小孩子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教小孩子 我們佛教是一個生命教育 然後法王能不能慈悲站在佛法立場 父母如何把小孩子教育 只有一个小孩的 他可能 他成长 可能有时候不健康 要么就是太疼爱了 他可能就有点像是 有时候说可以说宠坏了 有时候他可能就 他可能比较幸福 或者父母亲对他的希望也挺大的 只有一个孩子 他的压力比较大 有各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一个生命的成长 是就是说不能太压迫吧 可能就是说要非常自由 但是有很有这个就是说 启发心意吧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成长 所以呢 这个就需要父母亲 光只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疼爱 或者这样的一个非常的要求 这样自己的子孙 就是子孙 自己的孩子这样 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不是最 最正确的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钱 多布施钱 你要健康 多布施药 你要衣服漂亮 多布施袈裟 很简单 你要盖大房子 做建设公司 多布施盖寺庙的各种公司 做水泥的布施水泥 做钢铁的布施钢铁 这个很简单 特别大家不要生病 多布施药 你什么痛 像各位你去十方法界 我每天都布施一块 酸痛药膏 我就不用贴在我身上 因为你天天布施 你就不用贴在身上了 你就不会有 腰酸背痛 很简单的道理 我以前眼睛不好 所以我怕光 我每天都布施一瓶药水 药水 慢慢我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你就会有感应 所以我想很简单的方法 我就要告诉我们这个 因果道理 各位各位念一个奏 来 那么持金刚海音如来 恩我素多利三不合 那这尊佛啊 持金刚海音如来 特别帮助最贫穷的 来最生病的 那你想要帮助最贫穷 做生病的